来看看新闻吧 就迟到这事从他嘴里说出来 也都是怎么听都带刀带剑的 发布会结束之后 崔永元还得赶去医院继续治疗 这生了病还要来为新节目吆喝 可见他对这档节目有多重视 态度上100分 内容上可就要等观众们检验了 崔永元有没有江郎采禁 我们还不得而知 这耍平嘴的功夫可是一点都没有少 不过新节目里光他一个人说还不够 哪些小伙伴们会成为小崔新节目的座上宾呢 如果有个比如说启迷他或者说白燕春把他们交情过来聊一聊呢 你说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实际上我特别想把他们讲来 包括胡子威包括柴静 我最想其实是柴静胡子威我特别想 柴静我觉得特别有脑子 给大家都能感觉到 胡子威是我见过的这个女主持人里最犀利的 崔永元说能把从央视走出来的小伙伴们召集到一起唠唠嗑 是件特别幸福的事 不过这愿望是美好的 仔细想想是做梦的 其实真想要增加看点 那些和小崔掐过架的主们 也不是为嘉宾的上上选呀 在网络上跟你有一些争议的人 您会有争论的人 您会邀请他们吗 都没有问题都可以来 行李在线 上海彩虹报道